自10月7号开始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已经持续将近一个月 以色列军方加大攻击 11月1号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 当地一所医院的产科病房 遭到轰炸 炮火甚至对准贾巴利亚的难民营 现场炸出一个大窟窿 当地民众只能徒手挖掘救援 不认识 无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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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加沙地带已经好几个星期 没有中央电力供应 医院内的医疗和水源供应 持续短缺 就算联合国物资进来 也只是杯水车型 WHO的供应物 进入热火 已经立即移送到7医院 以色列军队接连空袭医院和难民营 已经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摧毁当地建筑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 双方的攻击不成比例 以色列恐怕触犯战争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